回購五賀金 你還是可以吃到那個香氣 如果你喜歡松露的味道 你應該會很喜歡它 哈囉 歡迎來到舒適 私事室 我是露兵 我是喬姨 我們今天要試吃的品項就是 餅乾 因為馬上就是要接近冬天 很快就是聖誕節 跨年會有很多的活動跟Party 所以我們今天有準備 來幫大家試吃一下全素的餅乾 看有哪些餅乾 比較特別 比較好吃 我們今天就是選購了一些 比較不常見的餅乾 對我們來說 或是對素食者來說 比較不常見的餅乾 那今天這些餅乾 也都是在台中的 樂善自然無毒素食超市所提供的 感謝 樂善自然無毒素食超市 是我們很常去大財購的地方 超市內部真的舒適明亮 而且素食產品的種類真的非常多 他們素比也標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購物起來都輕鬆很多 除了實體店面以外 他們也有網路商城 所以不論你在台灣的哪裡 都可以享受到他們家的服務喔 耶 今天就是八款餅乾 然後我們會另外兩個是我們自己喜歡的 另外兩個自己推薦的 私心推薦的餅乾 那其他八款幾乎都是我們沒看過的 好 那我們先從這個開始 這個是銀河星球爆爆脆薯片 它名字也太酷了 它是全素的 是海鹽口味 那這一包是169塊 喔喔好不燙喔 它本身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味道 它那就是用那個樹薯粉做的 所以它的尾韻會有一個地瓜粉的味道 喔有一點 我覺得真的蠻像華寶餅乾的 如果大家有吃過的話 我覺得很像那個夜市的那個米餅 那種一片一片被擠壓碰出來的那個東西 它就是鹽巴海鹽調味 我覺得餅乾很重要一點是要看它的熱量 我覺得吃餅乾的味道 沒有沒有沒有 說明它的熱量比較低 那一包113 它每100公克的熱量是427大卡 所以大概500大卡上下 一包一整包 我們這次就不用排名了 就是這個餅乾會給它幾顆星 就是回購率啦 五顆星為滿分 三 這個我真的比較不會去回購它 我應該可能餅多給個2.5 或2而已 對啊應該是2而已 因為我覺得它每一片的那個鹽巴的不是那麼的平均 這個是黑洞洋芋片 海鹽油醋 純素的 這包要148 這包141公克 然後它每100公克有547大卡 比方那個熱量高一點 那蠻量差不多600多 是說我沒有那麼喜歡吃酸 甚至我是有點怕酸的人 但是是我可以接受的 但我不會喜歡 它是咬一咬咬一咬 然後那個酸味才會冒出來 那我覺得一放到嘴巴裡面就有了 那個跑出來的酸是咬一咬 大概兩三下之後才會跑出來 那它洋芋片本身是非常的脆 然後有嚼勁的 然後有一定的厚度 那我覺得它洋芋片本身是好吃的 那如果你喜歡吃酸的話 我覺得這款你應該會真的很愛 你會給幾顆 你要給幾顆咧 它聞到的味道 它狂吻我的手耶 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 我本來不會給它吃啊 來 減舌頭 年紀越大越貪吃 4 我也是4顆星 對 真的我覺得可以 但就是 對我來說 洋芋片這樣的價格 還是會比較偏貴一點 畢竟它是進口的 第一個 多倫斯番茄口味怪獸餅 神速的64塊一包 然後它這一包是不到100公克 是75公克 最酷的就是 它是番茄醬口味 不是番茄口味是番茄醬 就是卡迪娜的味道啊 欸很像耶 它聞的味道 剛吃的味道不一樣 我覺得卡迪娜的味道比它重很多 對 可是卡迪娜不大像番茄醬 我覺得卡迪娜就是 真的是茄汁的那種味道 但它真的讓我 會聯想到番茄醬 它比較淡 然後是因為剛那個油醋太酸了 還是怎樣 準備了兩杯 能吃到喝水 對對對 我覺得它是有一個 讓我覺得它是有點 比較稀釋過的番茄醬 它很脆 你咬它一嚇嚇嚇嚇 然後就滑掉 大概是這種感覺 基本上我覺得 口味還蠻特別的 這個我會給3.5顆 就是 有機會購買 大概 兩顆 哇 這麼慘 這個是盧卡口袋餅 然後這是奧勒剛口味 這一包是85塊全素的 然後它有150公克 然後它的熱量每100公克是400大卡 這很適合在上面放一塊 creme cheese 酸起司酸奶油 你知道那個全素的起司嗎 對對對 全素的有 然後再搭那個 可能一小片的番茄 然後再一片小生菜 然後一口 但是我覺得還好 它適合搭其他 欸 你看 你看我多厲害 它後面有一個小圖式 就是在寫 變成那種finger food 就是人家party food上面的那種餅乾 然後上面搭一些 豆腐乳啊 上面搭一些什麼抹醬啊 然後什麼這樣吃 比較適合啦 這樣單吃有點乾 但是香氣真的很棒 它到嘴巴裡面是有奧勒剛的味道 但是聞的時候那個味道很明顯 到嘴巴就還好 它到嘴巴 麵粉香 它到嘴巴比較多是麵粉香 我給 兩分 兩分啊 問題 因為對我來 我不會買啊 我們的分數是 購買玉 我覺得如果你是 常常邀請朋友到家裡的人 可是對我來說 就會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取代它 兩分 還不是一樣 因為我不是一個常常邀請朋友到家裡的人 這個是 它叫百年傳奇香脆椒 然後它基本上就是辣椒 然後它在辣椒裡面有 把大紅辣椒 曬成八層乾之後切斷 跟一些香料炒香 然後變成像一塊一塊香酥的餅乾 它這一包是160 哎唷 160塊 它長得很可愛 就一個一個 很像那個巫婆的手指頭 然後它為什麼會讓我覺得 好像有花生 有 有芝麻跟一些香料 沒有 你知道上面寫什麼嗎 可以炒入高地菜裡面 對 很適合耶 我現在再試試看 我覺得把它打碎 也可以當像拌那個 我們之前做的素雞肉飯有沒有 上面那個有蔥酥 而且它小辣的辣度 就我來說蠻剛好的 就是微微的 你會感受到它的辣 那你不會 好辣好辣不舒服不會 然後它有原味的 如果不吃辣的也可以買原味的 而且很好吃耶 熱量 一百四十公克 每一百公克 八百七十七 哇 蛋蛋含量比較低 蛋蛋含量有三百四十三 給幾顆金 這我一定會回購啊 這我一定 對我來說一定五顆金 我也是 因為它 很好吃 而且這很適合送朋友 我是想要團購它耶 這很適合過年 過年送人家 下九三 對 這個是鹿蒸的 之前我們推薦過他們的那個 調理包 然後他們有出餅乾 這叫牛魔王玉米點心 這是清辣 它跟另外一款 它的那種薄片型的 好像調味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有一個方形的 跟金牛椒很像 味道很像 超像 幾乎是一樣的 這是多少錢啊 七十五 七十五塊 然後分量幾公克 一百 一百公克 熱量四百二十一大款 那還量五百 那就算是中大包的金牛椒 然後它其實有辣 這個是經典南洋風味 但我好像沒有吃到太多的 南洋的感覺 對不對 它的調味我覺得蠻討喜的 但韋韋會有點甜甜的 比較跑出來 你一吃下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 米米餅的香氣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那個 調味粉 然後會微微辣這樣 這個小朋友 我覺得很沒有辦法介紹 對小朋友來說有點辣 幾顆星 回購率 我覺得它就蠻像金牛角的 然後味道 吃不太到 讓我覺得太南洋的感覺 所以我來說的話 2.5啦 我最多2.5 因為知道了 最多2.5 差不多 這款叫做職人白松露薯片 那因為它是白松露 所以它的味道 會比黑松露還要來的衝擊 聽說是這樣子啦 我們沒有試過 這一包是125塊 如果你喜歡松露的味道 你應該會很喜歡它 你還是可以吃到那個 馬鈴薯片的香氣 我覺得是可以嘗試看看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喜歡吃松露的人的話 真的你用12斤去填它 你會有一個蒜頭的味道 好像有耶 對不對 有點蒜味耶 你可以試試看 這一包100多塊 吃了你就知道松露是什麼味 評分 這麼慘喔 要我用回購嗎 我好像也不會再買了 我也是一 就是真的不會再買啊 不是它不好吃 不是它不好吃 我們今天講的是回購率 就是我們兩個自己的口味 我們兩個自己的口味 那個叫做小花巧克力餅乾 全素的這包是60塊 這個聽說是咱們藝人楊子儀先生 非常非常喜歡的一款 巧克力餅乾 它這個餅乾是 口感是脆的 有些餅乾是比較 吃下去比較綿一點 它這個比較脆 但它就是巧克力跟餅乾烤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吃餅乾然後巧克力的味道 它是可可加上米香 它裡面的一點一點白白是膩的 喜歡吃那種巧克力烤餅乾的 會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甜度沒有像 像一般市售那種巧克力餅乾那麼甜 所以它其實我覺得已經 減半了 減半的甜度 必須要講的是它真的其實蠻香的 所有香跟餅乾都吃得到 然後 我本來還有點奶香 不知道是因為大家都是軟硬直的關係 應該是 有一個奶香味 它就是嘴巴裡面會有回味的那個 會有可可香在嘴巴 我現在都還有 我覺得它很適合配茶 配茶或配咖啡 也不用多就兩片這樣子 就可能我們去外面咖啡廳的時候 它會附的餅乾 如果用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這個我可以給三顆星 我的話二 我本來不愛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私信推薦時間 然後一個是我私信推薦人 一個是我私信推薦人 先吃你的 耶 這個素蝦餅 來 燒夠大碗的要來了 這一包五大五口 這麼大一包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都喜歡吃蝦餅 就是我們現在不吃動物的東西嘛 那這竟然是全素的 它這一份只有三十公克而已 那每一百公克是五百三十六大卡 所以換算下來的話 它大概三分之一的話 大概是兩百不到大卡 一百八左右 就這一包 所以它的熱量算低的 少了一點 還是少了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脆口度好像也沒有 以前吃的那麼多 它是比較稍微軟一點點 然後到嘴巴咬一下就化開了 就不見了 都可以搭比一樣的口感 我覺得還OK啦 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是可以讓我 讓我解殘的東西 妳要給幾顆 四顆 我應該只會給到兩顆 因為我覺得它口感沒有到我想要吃的那個 喔 不夠脆 因為它喜歡吃很脆很脆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我私信推薦的 就是 這個 樂山自然無獨 15時超市他們自己做的爆米花 這一個一百塊 它雖然感覺價位真的比較高一點對不對 但是啊 他們就是特別去找工廠做的 他們是用二砂糖 就是二砂 自己去炒出來 它不是外面加一些代糖或是什麼的 所以它相對比較健康 像如果我真的很喜歡吃爆米花 而且要吃的話就吃相對比較健康的 不然就是自己做 但自己做又很難用出這種星球 它甜是有 層次的 它不是不舒服的甜 有的那種 餅乾外面裹的糖 你吃完你會覺得整個嘴巴 整個身體很不舒服 它這個糖是 舒服的甜度 它每100公克是476大卡 沒想到那麼低耶 所以其實它不會到熱量非常的高 就是比起其他餅乾的話 是差不多的喔 還相對比較低一點 因為要跟大家科普一個觀念 爆米花本身是一個非常低的熱量 100公克大概只有30幾大卡的食物 那是因為它的其他熱量 都是來自於它外面那些 果的粉或是糖這樣 所以如果單吃爆米花 就自己在家裡爆 然後撒點鹽巴這樣吃的話 熱量是非常低的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吃 看電影的時候追餐 那這樣子也是一個減肥食物 就是補充嘴巴的 但真的不是說這種焦糖的可以減肥喔 這沒有 真的是肥實的 這超級肥的 回過5克斤 重發生 因為這個都太甜了 以我的味蕾來講的話 它真的比剛剛那個巧克力餅乾甜 至少一倍 吃我的蝦餅吧 好 今天開箱瓶測試到這邊 感覺這集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煩烤價值耶 對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就是講出每個餅乾的口味跟味道 就依照你自己喜歡的口味跟味道 去買來試試看 或許你可以找到你真的自己 欸 喜歡的純素餅乾 我覺得這樣也很棒 或是 欸 蝸蝠好油來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餅乾讓他們可以吃 今天影片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好 別忘了我們分享 拜拜 拜拜 下一支要做什麼 下一支 火鍋料 好 火鍋料 火鍋料 馬上冬天的 開箱火鍋料給大家看 好 拜拜 拜拜 蝦米好吃 放話喔 呵